欢迎来这次新闻来的 罗军要售要大不头 赶快 他把门打开 打人 哇这个时候呢 叫小贺了 叫小贺败 一门打开 他想冲下去要救 救法师 一打开 刚刚听到的那个 私生女人的争吵的声音 突然间都不见了 安安静静 整个楼下 没有半点声音 他只有听到他自己呼吸的声音 那种呢 那个很急促的声音 哇 突然间 他发现 那个汗流下来 从那个 从那个 脸颊上面流到他的下巴 他感觉上那个汗都流下来了 哇 怎么回事 但是呢 他还不放心 就走楼梯下去 好 慢慢的走下去 因为不晓得 到底楼下有什么 慢慢 慢慢走下去 他一走下去 当他可以看得到 走到一半的时候呢 他看到了 看到法师 法师在干嘛 法师正坐起来 坐在他本来睡的这个沙发上面 然后 正看着他 然后呆呆的 愣愣的看着他 然后他们拭目相接之后 因为达人不晓的法师 现在正不正常 因为什么 他很少看到法师这样呆呆的 愣愣 看着他 好像刚 刚睡醒这样子 他就看着他 然后他说 你还好吧 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达人这样问 法师呢 就 突然间好像 好像电来了这样子 刚刚是停电 现在突然间好像电来了 他看着 眼神稍微 稍微正常一点 摇摇头说 怪了 怪了 他说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一讲怪了怪了的时候呢 我想 达人啊 他说他用跑的 因为什么 因为 他突然发现 法师是正常的 所以呢 他忽然觉得呢 他的背后啊 楼上二楼啊 好像 有几个女人啊 站在那边呢 准备要偷袭他 这样 他整个背啊 背脊啊 毛骨悚然 这样子 站起来 他觉得头发都 都站起来 赶快呢 三步 并做两步 赶快从楼梯站 赶快跑到 跑到一楼 坐到呢 法师的旁边 沙发上面 他说 你 你怎么了 什么东西怪了怪了 法师跟他讲 怪了 没有冤魂 但是呢 但是呢 来了一些呢 奇奇怪怪的 拍蜜啊 坏东西 拍蜜啊 这边啊 补充说明一下 法师呢 他跟我说啊 他们很少用拍蜜啊 这个字眼 我们常常会讲拍蜜啊 对不对 哎呦 这个 走在外面 外面 外面 你小心啊 不要 我们讲拍蜜啊 就是坏东西 就是鬼 这些冤魂鬼 孤文野鬼啊 什么的 然后拍蜜啊 这个法师 他们其实很少用拍蜜啊 这个字眼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啊 他们啊 法师经常受托 受邀 去做一些法会啦 干嘛 去做超度啦 是什么的 去化解一些事情 那化解一些凶宅 好了 你哪怕是化解凶宅好了 去这个撒劲 那边 会在那边出没的 很多有些时候呢 都是他们亲属 对不对 家属死了 那他办超度 那阴魂在那边阴魂不散 他也不会说他是拍蜜啊 因为你讲拍蜜啊的时候 人家家属心里面呢 会觉得怪怪的 因为虽然是冤魂 可是对家属来讲 他毕竟是他的亲属 对不对 深情是他的 也许他的挚爱啊 他死了之后呢 冤魂还在这边 你不能说他是拍蜜啊 坏东西 不对 所以他们呢 很习惯 他们不讲拍蜜啊 这个字眼 可是 竟然 他在那边呢 就跟 达人讲 说 奇怪 来一些拍蜜啊 诶 听在达人的耳里啊 也觉得说 哎哟好怪哦 他怎么会讲拍蜜啊呢 拍蜜啊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拍蜜啊 哦 他坐下来赶快问 法师就说 我就不晓得啊 不晓得是什么拍蜜啊 因为这个东西呢 不是我 我 不是我认识的 哦 当然 我 他跟他不认识 但是他知道这个是什么什么东西 因为就是 有一些其他的呢 古怪的东西 也许是 之前他 之前他也收获过一些像什么 什么妖精啊 蜘蛛精啊 什么 这些 精怪 哦 这些东西 拍蜜啊 哦 甚至这个什么 去 去山里面 可是我之前也讲过 他去碰到的那个 魔形啊 有人被魔形啊 这个上身干嘛的之后呢 变成了 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拍蜜啊 他说的就是这个 拍蜜啊 哦 那这个拍蜜是什么 不知道 对不对 好 两个人呢 在那边呢 想了一下 讨论了一下 很快的 天就亮了 天就亮了 诶 师老板呢 也起床了 师老板一起床 一下楼一看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早就起来 不好意思 我们就在晨晨 半夜 我们就被人吵起来 我都没睡了 为什么呢 被谁吵起来 当然 这个呢 法师之豪呢 把这个 这个昨天还有跟达人呢 他们所听到的这个声音啊 跟他们的感 他们的感觉到的东西啊 就跟师老板讲 然后就跟师老板 讨论一下 师老板你 之前有听过这样的声音吗 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有听到这种呢 手指头刮着那个黑板的那种声音吗 刮着木头 的这样的声音吗 师老板说 他没听见 他没听见 可是一想呢 他的房间可能离得比较远吧 他上了二楼之后呢 他的房间跟离这个楼梯口 可能是远了一点 所以他没有听见 那也是有可能的 他不是第一个房间 所以 你没听见 好 没关系 这样啦 师老板 我不晓得 你们现在这里面 家里面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确定有东西 那所以呢 我们可能用一些方法 来找到他们 或者来知道 他们是什么东西 那师老板说 那这个你的专业嘛 你有什么建议 他就跟他讲 这样 我们来观落音 好不好 哎呀 观落音 哇 一定是老板 以前就听过这个观落音 可是他从来没有观过落音 他没有经验 这个时候呢 他一听 他观落音是怎样 就是跟你的 一些死去的这些亲人 你的太太 女儿 可以跟他们 如果 如果顺利的话 可以见到他们 然后听听 然后跟他们 问一问他们 的情况好不好 甚至呢 有一些 是不是呢 可以呢 从他们的 他们可以了解到 当时一些 他们死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情况 有一种呢 是附身 可是附身呢 不一定会 会来 那观落音 也是一个方式 这样 那师老板说 好啊 那我们就来 观落音吧 好 既然 观落音 那当然 中间呢 找了一些 这个 他们 他们的 该有的 仪式啊 什么的 他们做的 观落音 这一天呢 哎 第一个 他们呢 来的 找到的 是谁 他的小女儿 他小女儿 哎 观落音 小女儿 来了 来了呢 讲了 原来啊 事情啊 的一些呢 状况是这样 他那一天啊 跟他的弟弟呢 不是吵架吗 吵架之后 他不是就拿起了呢 这个在旁边的 这个 楼梯口 旁边 的那个 的一个农药 这个柜子里面的农药 拿起来 就喝了 他 那一天 他说 他根本呢 不想要 他没有想到 要去喝农药的 可是 那一天呢 他跟弟弟吵架的时候呢 他要去拿东西的时候 竟然呢 看到有一个 陌生的女人 站在 楼梯 口上面 他一上去的时候呢 看到楼梯口上面 站着这么一个 女人 然后那个女人呢 一直盯着他 他突然觉得 他的身体突然间失控 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而且呢 他好像被 这个呢 被手霸手 就是好像那个女人 来抓着他的手呢 去拿那个农药呢 开了之后呢 往自己的嘴巴里面灌下去 他完全 没有办法控制 而且他只能够 看着这样子 自己呢 把这个农药呢 给喝干了 所以 在那个楼梯上面 有一个 这个陌生的女人 在那边 他没讲啊 法师就觉得 那难怪 达人 那天晚上睡觉 你看 听到的是呢 这个指甲 从那个一楼这样子刮 刮刮刮刮 刮上来 刮到二楼这边的停住 就在这个楼梯 这边呢 出摸 这边好像是他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住的地方 还是怎么样 负在 负在一个 一个呢 什么东西里面 这样 就在这个楼梯 他这么一讲 哇 达人呢 开始呢 有眉目了 他知道呢 这个呢 应该就是那个 拍咪亚 这个拍咪亚 在楼梯 的哪一个地方呢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但是呢 小女儿 是因为这样子呢 被这个拍咪亚呢 去呢 拿了农药呢 自己把自己呢 给灌死的 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呢 咱们继续聊